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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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中產黨 今天想說什麼? 周遠大師就說 說說說扶仇者聯盟 當然我自作問他 劇不劇透? 周遠大師就跟我說 我沒有看過扶仇者聯盟 當然不會有劇透的危機 先簡單說說扶仇者聯盟的背景 為何我們覺得值得說 甚至是不需要說劇情 因為周遠都未看 當然不會說到劇情 你看過? 對,我有看過 但值得去說 因為他真的影響了我們生活 影響了我們生活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是關於劇透的問題 其實現在在互聯網上 很多人都說 其實不單止是說我們自己本身 甚至乎是連雜誌 或者是一些產品頁 所有社交媒體現在都有一個共識 誰夠膽說 這個復仇者聯盟的結局 或者劇情 這些人就是不道德 就需要被聲討 基本上在網絡上 現在這件事是採取得很緊 就是所謂劇透死全家現象 第二件事當然影響的就是 現在所有的戲院 如果你看過這部電影 你這幾星期都不用看電影 因為所有戲院所有場次 九成以上都是做復仇者聯盟 早兩天我的朋友就說 不如看一場戲 接著說看甚麼? 他說我不想看復仇者聯盟 我選一套快落畫的披風部 披風部已經做了兩個多星期 沒有人看 結果昨天去朗豪方買票 已經是早兩小時去買 排排隊前面有人罵我 有鼓噪 不好意思 披風部已經全線受緣 是一套原本復仇者聯盟 上畫之前 已經沒有人看落畫的戲 現在是下午三點 膚散 凌晨三點 有七成滿 為甚麼? 因為如果你不看復仇者聯盟 你只能夠選一套快落畫的戲 而現在是無法選擇 周顯大師為甚麼評論這兩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是關於劇透死全家 我也做過電影 也寫過下影評 雖然也不算很專業 但問題 我覺得 寫音評時有一個感覺 寫音評當然要劇透 如果你不劇透 這個世界上 如果你或者是看一套電影 早次有一套電影 排浩祥的電影 應該是動人摘做的 他說 嫖妓最開心 就是結束之後說的 如果結束之後不准說的話 就不如沒有看了 如果看電影 不准事後討論的話 就不完 為甚麼我們要找一個人陪我們看電影 當然一部份可能是相反女兒陪我們看電影 然後大家討論劇情 才有意思 不准說 不准劇透 我覺得 或者跟朋友一起商量 這件事才是最快感的事 等於寫影評 我經常都覺得影評 是寫給看過的人看的 如果不看過別人 你不斷說兩句就夠了 如果你看過之後 大家就不同了 原來那個人看過電影 原來他這樣解釋 我不知道 竟然是這樣 我整個人很舒暢 這個意思 我覺得整個劇透影評 討論 這樣的解釋 是這樣解讀 我覺得是看電影的另外一種享受 或者看影評的最好 我補充小看法 雖然我都同意 一個沒有劇透的影評 其實我覺得是 幾乎是沒有可能寫得好 你不討論劇情 你不只可以最多說 那套戲有甚麼感想 感覺 有甚麼位置 但你又不能夠正確地說 那個位置 怎樣令你感動 其實這些影評 就不是評論 只是一個甚麼 只是一個概念 但我又要撐回一些 認為影評 是有一個討論以外的需要 真的有一些人 是想看電影 就是想看 那些人覺得這套戲好不好看 如果純粹是給幾顆星 或者簡單說好不好看 可能他覺得 指引太過空泛 我想正確地的 可能他們真的會想看這些評論 但我也同意周演大師說 你看到評論 你就預料裡面有劇情 如果你是想著要沒有劇透 不如你就自己衝進場 然後你就不要怨 但是套戲好看或者沒有劇情 但是套戲衝進場 才那個人 現在是賣不到票 我又想補充 第二件事 就是現在 是反過來 你想看復仇者聯盟 是很容易的 因為全香港 這個也是 因為你知不知道 4月24日首映 曾幾何時 有些人嘗試 是炒黃猴飛 在台灣也是 在香港也是 很快就發覺 是焦了 因為太容易 可以增加場數 當然是增加到 每一間戲院都有九成的場次 都是做復仇者聯盟 你看復仇者聯盟 比看快樂話的電影 當然要問周顯大師 為何你會不看復仇者聯盟 因為我看電影 很大程度上 現在是看劇情 看對白 看劇情 看拍 你有沒有看過Marvel的電影 我其實復仇者聯盟是看了兩集 是 頭兩集 我不是說這樣 還有副仇者聯盟 我也喜歡看的 副仇者聯盟 我說副仇者聯盟 你說復仇者聯盟是看了頭兩集 看了頭兩集 還有Iron Man的電影 其實看了好幾多次 但問題是 到最後他發現 他的電影分得太散 我喜歡看一部電影 有一個故事 那些愛情片 我只是覺得 那些人覺得 那些 叫做 Love Actually 那些人覺得很多電影 那些人拍攝都很好 但凡真的有三四個故事 我不喜歡看 魔界 異形 那些 Trilogy 你不喜歡看 異形不是一個故事 異形也是一個故事 但魔界當然不是 那你不喜歡看魔界 如果有幾條線 或者整件事 這個故事是普通的 有幾條線 我喜歡整個故事 一直下的故事 我不喜歡那些 其實他三個故事 我當然拍了一部私下會所 都是這樣的故事 但我可以這麼說 我很討厭這種故事 只不過因為有需要 就這樣做 但是我很討厭那些 一部電影 可能過半小時 兩個小時 三小時 三小時 都是很少的 如果分成幾個故事 其實都是把幾個短片放在一起 我不是很喜歡這種 其實一、二集不同 美國隊長也不喜歡看 整個故事 一路這樣 跟著一個主角這樣 跟著你進去 跟著跳出另一部電影 整來整去 我是不喜歡看的 這種戲鬼是不喜歡看的 第二種原因 就是因為很花巧 固然很花巧 我曾經說 我小時候很喜歡看 大國都很喜歡看 但是我覺得 那個花巧到變化 到這個地步 你再進化 那個 那個 整來整去 就是那些CG 沒錯 沒錯 就是已經是 那個官藍感刺激到了極點 已經沒有辦法 就是你 一個Sex Love 已經到了SM 你沒有辦法再能夠提高層次 就是 所有的所有的誇張 已經到了極點 在我來說 我看下去 我不是覺得很新奇的戲 所以我就覺得 我又不是特別好反感的看 我只是不想 就是 你叫我現在去看 我也隨時可以 但是有個 occasion 我去看 還有這麼多的鐘頭 我要坐定 三個鐘頭 就是你又不喜歡看很長的戲 那樣東西很吸引 就是以前星球大戰 我喜歡看 星球大戰 它的樣子更簡單 星球大戰 好像只有兩個小時左右 是 你譬如 黑澤民的電影 日本的電影很多 都三個小時 印度電影是三個小時 你又不喜歡看 我喜歡看 可能是我的年紀大有問題 就是不停太多畫面 就是太多message 在那裡 你如果看這些戲 你要看很多畫面 而看很多畫面的時候 你要真的認真看 它每一個鏡頭是怎樣 每一樣東西是怎樣 就變成你是很短時間 要吸收很多東西 我覺得是有困難的 我覺得是有困難的 我要修正一下 第一 你當然是看壞了開頭 因為在我心目中 《復仇者聯盟》第一和第二 就是最垃圾的 我很討厭這個系列的原因 因為頭兩集真的拍得很差 但其實第三、第四集 我自己覺得是好很多 雖然都未去到非常精彩 尤其是第四集 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新世代的人 我們經常都說 現在所謂互聯網世代的觀眾 那個定力是很弱的 就是注意力集中很弱 所以你不把那些戲鬼拍得散一點 多些資訊 你是很難令到它會集中去看電影 所以你看現在那些美劇 現在那些荷里活電影 都是拍得很複雜的 它那些人物關係 Sopranos 或者我們說Game of Thrones 其實它的故事線是很複雜 就是因為如果你不複雜 你是很難令到新世代的觀眾 會覺得是不悶 這樣說 所以我喜歡看日本 就是有時候 日本都很簡單很慢 就是日本那些 就算現在近年的日本電影 你都會發覺複雜了很多 譬如我們講私殺片場 其實故事都是複雜的 秋前秋後 你不覺得跟以前我看電影 上一輩的電影 已經是不同了 雖然我這樣說 我在半年前 我看《天堂之城》 我覺得很慢 就是以前我很好看 看了很多次 但現在看了我覺得很慢 我們是會有不同了 就是觀影的感想 那你是不是已經被時代淘汰的廢老 你為什麼要看以前的 遞街電影已經不是這樣 我都幾時被時代淘汰 我都幾時被時代淘汰 只不過我人老心不老 想還年輕 還有我又要再說 我也是很討厭 現在什麼CG都畫了 你可以做到什麼 沒錯就是這件事 但是我要說 因為《復仇者聯盟》 雖然我說不劇透 但是我對今集劇有好感 就是因為我以為他又是 叮叮叮叮叮打輪 因為首三集《復仇者聯盟》也是這樣 第四集他花了很多時間 做文腸戲 你猜不到 就是因為他覺得 打來打去什麼都看過了 二十多集《Marvel》 有什麼未打過 他就花了很多時間 去說回人物關係 去利用回 因為故事是說回到過去 現在劇透了少少少 所以你回到過去 你會看回以前二十多集《Marvel》 曾經出現過的場景 他這樣的設計 我覺得是做得好 反而我覺得最不好看 就是最後那集《大亂鬥》 因為《大亂鬥》 《Marvel》就看過了 所以我最後有兩個結論 第一就是 其實拍得亂 或者拍得那些故事事 很零碎 現在是很難演的 是現在這個互聯網世道 所謂Generation Y 或者Generation Z 就是千禧世道一定會發展 第二個地方 就是《復仇者聯盟》 我自己覺得 他真的超脫到 找CG堆砌 堆砌員裡面 沒有靈魂這個 一路以來的缺點 好 這集就到這裡